抢拿贡品保平安 另外台湾人也特别爱吃到饱的用餐方式 现在连一只千元起跳的大龙虾 也能够让您吃到饱 那饭店业者抢供吃到饱的商机 纷纷是进口 你看到画面上这个高档的龙虾 光是龙虾一个月就能够被吃掉一万五千只 还有客人一次就吃十二只 要把它吃回本 是这样要在千元 比我手掌还大的大龙虾 现在也可以吃到饱 要用两只手才能举起活跳跳的新鲜龙虾 20公分长600克重 煮出阿萨里的整只放进高汤煮入味 它生长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那那个水温就特别的低 那所以导致它的肉质比较扎实 抓准十二分就起锅 煮到发红的龙虾 一拨开来看白嫩嫩的肉质超弹牙 想吃几只就几只 那也曾经有客人曾经吃到 十二只的这个数量 加上六盎司牛小排 海陆双拼餐 推吃到饱 是饭店的新花招 台北台中两家分别进口 加拿大和波士顿龙虾 吃到饱价格前元起 连平日都订到九成满 甚至一路订到年底十二月 都已经没有空位 单月就可以卖到一万五千只的销量 同样是海鲜吃到饱 还有这一家红壳的加拿大天使虾 比一般大上近一倍 采用生鲜方式 让虾肉晶莹剔透 吃起来还有鲜甜味 它的等级是我们会讲说 A加几 吃起来都是跟牡丹香 那等级没什么分别的 还有一只三百元起跳的红蟹 蟹高蟹黄 多到快满出来 一千五有兆 也能吃到饱 像海鲜吃到饱 所以才会特地来这边吃 一般到外面吃海鲜 动辄到一千多块 其实也吃不到什么 看来吃到饱餐厅 要生意强强棍 不一定走熟过短袜的路线 把食材等级推向高档海鲜 一样能吸引顾客上门消费 东城城市 知名城市台北报道